一花一世界,一眼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 每天都有两个老乞丐一起乞讨 他们一高一矮,全都受骨灵循 两个老乞丐第一次见面是在乞讨的时候 后来俩人就熟悉了 有一天吃过晚饭,两个老乞丐落起了磕 说起了自己做乞丐的经过 矮乞丐说 你也许想不到,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不过他们混得都不是很好,只能养活自己罢了 我在家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和老伴当成负担累赘 除了丰收的时候,我能厚着脸皮要他们点粮食 零花钱是一分没有 我老伴为了不受他们的白眼,就出去捡破烂换钱 可是,很快就因为劳累过度死了 我在家也待不住,就出来乞讨过日子了 唉,你说当初生那么多孩子干啥,是不是傻 矮乞丐说完,眼睛里含着泪花,声音也颤抖了 高乞丐问 那你出来多久了,孩子们就没找过你 矮乞丐擦了擦泪水说 快三年了,那几个兔崽子从来没找过我 他们巴不得我永远别回去 唉,也不怕你笑话 当初我老伴死的时候,我那几个儿媳妇凑在一起说 早就该死了 你说,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我现在这样也挺好,不让他们讨厌着,不看他们脸色,清清静静的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死了,没人知道 唉 两个乞丐沉默良久 过了一会儿,高乞丐说话了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我和你不一样,我是自愿来这里乞讨的 为了我的小儿子,我愿意当个乞丐 白乞丐有些惊恶 怎么会为了儿子来做乞丐 高乞丐接着说 我有三个女儿 四十岁的时候老来得子生了个儿子 你也知道,村里人都喜欢儿子,我也是 对这个儿子从小就宠着,什么农活也不让他干 几个女儿做工赚的钱也都让我花在了儿子身上 我就希望他能走出农村,将来有出息 我这儿子也算是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我当时感觉特别骄傲 高乞丐说到这里,眼睛看着远方 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时候 眼睛里闪烁着荣耀和喜悦 白乞丐也不由地伸出大拇指说 老哥真是了不起 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啊 后来怎么样了 高乞丐说 后来 后来他大学毕业了 考上了公务员 每年都会回家一趟 还会给家里寄钱写信 村里人啊 都很羡慕我 我自己也是每天高兴地咧着嘴笑 这个儿子 果然没白养 可算是光宗药祖了 可是 唉 黄乞丐乞丐焦急地问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高乞丐说 后来他变了 连这三年都没有给家里寄钱 人也没有回过家 更没有写过信 村里人都说 我儿子出事了 死了 也有人说 我儿子可能犯了法 被抓起来了 我也是着急啊 我就去城里找他 可是他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住了 搬家了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矮乞丐又好奇地问道 那你来城里当乞丐 是为了找儿子 高乞丐答道 不是 他后来回去过 三年后的一天 那天天气很好 我儿子开着一辆高级小轿车回了家 还带着个妖艳的女人 他们一来就说 接我去城里住 我在农村习惯了 城里也不认识什么人 就不想去 可是他非要把我带走 硬拉着我上了车 我也就来到了城里 我儿子那房子好大 比村里的祠堂都大 每天还有保姆给做饭 我想那日子就跟古代的皇帝差不多吧 可是只过了十天 我那儿媳妇就要我回老家去 他说 我儿子已经当上局长了 我没用了 白乞丐好奇地问 没用了 那是什么意思 高乞丐说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的 什么叫我儿子当上局长了 我就没用了 我那儿媳妇告诉我 原来当初我儿子接我去城里 是因为组织上在考察他 当局长要有孝心 他们才赶紧把我接过去 现在考察结束 我儿子也当上了局长 留我在城里 就没用了 他还说 让我回去 也是我儿子的意思 癌乞丐气愤地说 这也太过分了 要是我 我也立马走了 好像谁稀罕似的 高乞丐说 不 我如果不知道真相 我就回去了 既然知道了真相 我就不能回去 如果我回去了 村里人知道了会说三道四 说我儿子的不是 如果传到儿子上级领导那里 我儿子恐怕就没好了 所以 我虽然离开了儿子的家 但是并没有回村里 我就这样在外面乞讨生活 为了不让我的儿子 落下个不孝的骂名 癌乞丐叹了口气 哎 我的老哥呀 你真是为了儿子 做尽了一切 可是这样不孝的儿子 要来干什么呀 高乞丐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远方笑了 父母之爱子 必为之计深远 可是孩子们都是怎么回报父母的呢 长期对父母不闻不问 不回家看望 没有电话问候 不给零用钱 父母生病不关心 对父母恶言恶语 明知父母有困难 还百般增加负担 长期肯老 不知父母辛劳 自己不努力 没有出息 让父母经常操心 伤心 人到晚年 如果遇到了儿女不孝 一定要做好这些事情 人在晚年的最大的依靠 就是手里攒的钱 人生之不幸 就是子女不孝顺 倘若人老了 自己手里没有钱 会被子女各种嫌弃 邻里更是闲言碎语 晚年被生活的琐事困扰 活得没有尊严 没有钱 子女不孝顺的晚年 就像是失去了所有的依靠 只剩下孤苦相随 趁着自己还未老去 为自己存一笔钱 不管有多爱子女 请不要将所有的钱 都花在子女的身上 让自己一无所有 子女不孝顺你 在晚年自己没有钱 日子会过得很苦 卢索说 我们手里的金钱 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 面对子女啃老 要学会拒绝 不让子女过度依赖 让他们学会靠自己 同时守住自己的钱 晚年会活得更有质量一点 二 经营好亲情与邻居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种感情都需要经营 哪怕是亲情也需要用心去浇灌 用心去善待亲戚 才有真情存在 血缘情深 别让时间的流逝 让亲情越来越淡薄 人老了 都有需要依靠的时候 维护好亲情 会让晚年收获 更多的温暖与爱 人生在世 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刻 有亲人在身边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会变得有底气 经营好亲情是一方面 经营好邻居关系 同样很重要 正所谓 远亲不如近邻 尤其是独居老人 真遇上紧急的事情 能够及时求助的 还是住得近的邻居 善待邻居 就是善待自己 给自己留后路 一个可靠又真心 待你的邻居 不但能在晚年 给予你陪伴 而且还能在你需要 帮助时伸出援手 子女不孝顺时 要多用心去经营 亲情与邻居的关系 也许在自己落难时 他们能真正成为你的依靠 三 拥有健康的身体 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美好生活的前提 只有身体健康 才能照顾好自己 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对自己喜欢的事物 充满干劲 在老去的路上 才能活得积极潇洒 而且 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在晚年 能自己洗衣做饭 能自理 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会活得很自在 没有健康的身体 子女又不孝顺 最终在晚年 可能会凄苦无比 晚年的幸福生活 离不开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好爱自己 善待自己 比什么都重要 父母和子女 本就是相对独立存在的 尽孝是本分 遇上不孝子孙 那也只能看淡 没有依靠的时候 自己就是最大的依靠 余生不长 更应该怀揣希望 充实过好每一天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